到小朋友下課之後 學才藝彈鋼琴 但對這名女子來說 這卻是童年的一場噩夢 IG發文寫下 你怎麼又彈錯了 那這次處罰你要被打頭 還是讓老師摸你的身體 老師對你很好吧 還讓你選擇處罰的方式 女子回憶十歲時尚鋼琴家教 男老師與她的對話 指控對方每次都會摸她的腿 打拍子或是伸手 進去她的衣服裡面磨胸部 誇張行為嚇得她逃避上課 崩潰大哭 陸鋼琴老師目前還在新北市 一間國小擔任音樂老師 這番言論嚇壞一票學生家長 以前沒有這麼這樣的暴露 暴露這些事情出來 孩子或許她覺得陰影 對 因為她覺得老師 你為什麼要碰觸我的身體呢 而女子口中的音樂老師 教專畢業之後 從18歲就開始任教 35年來待過三間學校 二十五年前擔任鋼琴家教 後來又換到第三間學校 任職音樂老師 這期間還擔任學校桌球社團的指導老師 本安學校於知悉第一時間 即進行通報 並召開信品會議決議 暫停該師的職務 並請她暫時離開校園 接受調查以維護私生安全 教育局接獲家長通報 立刻要求音樂老師離開教學現場 接受信品委員會調查 陸續還有桌球社團學生指控 老師不僅會拿桌球拍打學生屁股 還曾募集她在教師辦公室裡偷看色情影片 誇張行徑直到快退休才被連環爆出 學生家長不免擔心害怕 TVBS新聞事協員蔡幸宇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